做knife的动作 knife就是你可以cut它的造型 基本上如果我们选择knife 它的hockey就是k 当我选择k这个hockey的时候 其实我是先把它切换到k 然后在这里我们先点一下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我的画面上 找到上下的方向是z 所以我会得到一个垂直的z 再加上键盘上的c 可以看到最下面一排 这里有说c是cut through on off 所以当我选择c的时候 它会帮我做一个cut through的动作 当然其实比较好的状态是 我们把它切换到侧面 例如说我们用飘跟lil 在一个侧面的状态 那我们再做一遍我们的这个cut through的动作 或者其实我希望微调一下我的车子的造型 像这边的点 我希望在y的部分稍微再往后一点点 然后让我的窗户可以cut在这个地方 比较接近我要的地方 所以一样再一次按k 然后点击我要的点之后 然后例如说我按着我的z 或者等一下我觉得它还是偏了一点点 所以再一次飘6k 然后认明一点好 假设是这个位置 然后按z它会是垂直的 然后我希望它是cut through 所以按c 让下面的cut through是on的一个状态 好 那这边确定以后我们按enter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个地方都增加了一个cut在我的界面上 那么回到我的face的部分呢 我们选择我们要的face按inset 那么可以得到一个inset 然后再按1 然后可以有一个深度上的改变 好 例如说我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窗户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 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一样的 按i 然后有一个inset 然后1 有一个true 大约是这样 那这里呢 一样我们按i 但是这个inset 我希望它搭配balding 就是让它能够靠左边这边mirror的地方 因为前面挡风玻璃它是一整块 所以我们按左键确认之后再按1 让它是在这个地方是有一点深度的 我可能刚刚做了两次inset 是吗 我马上度一下 来 好 好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1